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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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说 其实好坏股差很多 可曾是往上走 但TPK打到铁顶 3673的TPK打到铁顶 那对 这档个股之前外资不是调高平等吗 对 好 到130块 然后外资也买 然后头信也买 那其中外资在昨天有稍微调节 但头信完全没有动 所以头信是苦主 这样 头信 哇 这个头信买了 他买太慢吗 也不是买太 跑不掉 我也是苦主 我也没跑 好 所以我们就苦主的角度来谈这些个股 因为我们做股票一定会碰到类似这样的状况 难免 我为什么要去拿今天的TPK点栏目 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我们的看法 因为不是做股票每一个都会很顺 有很顺的 像我们今天值得再创历史新高 对啊 那也有一些碰到的问题 可是当值得创新高之前别忘了 他曾经从100块打回80块那边 整理了大概一个半月 然后再开始往上走 所以我们现在思考逻辑就是说 我们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思考 我们要怎么去安全撤退 我想这才是投资朋友应该会碰到的问题 我们并不是每一次碰到股票 都一定会大涨上去 没有啊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类似这样的状况 好 碰到类似的状况之后 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逻辑了 该不该卖 卖股票很容易 你只要我抠讯发出去 你卖掉就好了 对 因为它不是跳空跌停 但我们要不要卖并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要去评估后面它会怎么走 我想这才是关键 待会给你谈这个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其实我们在探讨 个股的过程当中 往往就是我们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很小心往低基级去选 但是呢 那么也很无奈 因为碰到他昨天的法说会 变成法会 变成法会 因为昨天的TPK真的就是 开了一个法会 什么叫法会 我想投信也是一样 也一样 大家法人都一样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 原来是去年的第四季的财报不如预期 去年第四季 我们原先估它可以赚到两块钱 结果EPS只赚了1.53元 就是不如预期 然后呢 今年的 全年的部分它赚了6.63 那我们原先评估它可以赚到7块 所以不如预期大概是 大概几块钱 4毛钱左右 5毛钱左右 不如预期 不如预期就是不如预期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它说今年的这个第一季 是淡季 因为新旧机种的交接 所以呢 会产生所谓淡季的现象 第一季他们力求持平 什么叫力求持平 就力求不要亏钱 努力 努力要亏钱 哇 这个消息一出来 那不跌停板才怪 这个一定重挫嘛 这个变成第一季 不怎么赚钱 那我想 当然这是法说会的上半场 上半场也就代表了 苹果供应链都会碰到 同样的问题 第一季或第二季 一般来讲 苹果供应链要到五月份 一般到五月份 那个拉货的动能才会出来 我先不管苹果昨天的一个 股价是不是在盘后大涨 两趴那个我不管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苹果供应链本来现在都是淡季 好 所以我尽量往低位阶去选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问题的重心点是 如果淡季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现在思考的逻辑是 那你下半年呢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下半场 上半场很惨 下半场的部分 他是这么说的 他在法会上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今年会 营运会先蹲后跳 也就是 下半年会很好 上半年会比较差 好 那 这个下半年很好 他的很好 其实在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在法会当中 说了一件事情 叫做资本 哎呀 算了 就是法会了 不然你要我怎么讲 好的 股票打了跌里满 不是法会是什么 好好 法会 法会 那在法会上面说的是什么 他说 资本支出 今年的资本支出 可以达到七十五亿 好 七十五亿 然后呢 那么比去年增加六成 你就要来思考一个逻辑了 如果我现在的资本支出 今年的资本支出 比去年增加 是不是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我接到订单了 好 不然我不用去做 资本支出的这个设备啦 什么的扩产的一个动作 那既然如此 也就市场在传言 就是TPK会接到 苹果六点一寸 LCD版本的触控贴合订单 目前是确认的 好 目前是确认 好 那就变成一个现象了 它就变成短空 短期是一个利空 但是中线因为它接到了订单 所以未来会好 如果是一个短空 未来会好的状况 那我们在思考的逻辑上面 会这么想 就是短期 我先让你消化利空 然后呢 因为它股价修正回来之后 自然而然 它又不是赔钱的公司 它去年赚六点六三元 好 它并不是赔钱的公司 我先强调一点 它已经开始在赚钱 已经重回赚钱的轨道 那么是不是代表着 它短线打下去之后 这个筹码沉淀个几天 它就会再慢慢的推回来 当然推多高我就不知道 所以如果要卖的话 我就等你推回来 我再来卖了 对 我看到时候的状况 它的一个力道如何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碰到的一个股票 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反应 所谓没办法反应 就是它直接跳下来 已经打落我们最低的成本 我们买了96块最低的成本 已经打下来 所以我们就只好先看一下 将来能不能弹回96块到100块之间 我们再找个点把它卖掉 这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我还蛮寄望 它跟陆场欧飞光的结盟 这一部分的效益会不会在今年展现 我们到时候看看法人的动作好了 因为必须要交给市场 这个不是我说了算 有时候股票不是我说了算 如果是我说了算多好 对 没有办法 好 没有办法 其实苹果的题材 基本上你能不能注意到一个关键 今天的可乘为什么大涨 为什么 有人点名 凯基证券的郭明奇点名 很好的分析师 非常非常有名的 最懂苹果的分析师 点名可乘 那今年一样可以拿到苹果的订单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就等于说 可乘也是新苹果的概念 新 新接订单的概念 过去的苹果就过去了 就不管去年谁接到订单 那是过去式 今年苹果的重新调整才是关键 所以相对来讲 可乘今天就大涨了 那另外一档 我们当时最低18块3买的新星 也是一样 3037的新星 所以新星在早盘也一度击杀到20块半 刚好凯明在问我 就是那个非凡的主播凯明在问我 非凡的一哥最帅的一哥 凯明真的很帅 老师你是女生你也想要 不行 跟他在一起吗 没有了不要乱讲了 我说如果是女生 好了继续 他瘦瘦帅帅 我对瘦瘦帅帅的男生 这个非常非常觉得 羡慕 非常欣赏 为什么因为我胖胖的 哪会 我肚子大大的 所以我想凯明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了 就问到星星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星星为什么会把星星选出来 其实就把我选股的一个观念讲出来 好 那选股的观念就是我选星星出来 是选他去年第四季营收时创历史新高 好 去年前三季都亏损了 对星星是我唯一档选的一个转机股 然后呢 那么去年第四季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就我根据他的一个消息面来衡量 我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点 他的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确实接到了 所谓的这个苹果的一个订单 好这是一个转单 因为本来苹果的这个软硬结合板的部分 那么是丢给南韩的一个大厂 好叫做Interflex 可是Interflex竟然给我出包 我不知道是良率出包还是哪里出包 结果呢 导致苹果的这个软硬结合板的集单就转给星星 那是集单而已 集单就造成了星星的这个营收 这个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那问题的重心点是 我们知道除了这个集单之外 星星还有一个叫内在板 他内在板 以前不是因为内在板良率不够吗 所以呢 他的一直掉单呢 结果被这个华通拿走了 好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挤入 内在板的一个定 这个那个供应链里面 好在去年 但今年的星星 因为内在板的良率提高了 所以很可能会有这个苹果的订单会进来 甚至还有其他一两家的客户 这是星星讲的 所以你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星星代表今年的转机 转机性质就非常强 有望 对非常强 这就是我看好他的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他去年打入 苹果的软硬结合板的供应链 星星是全球第一大的 这个PCB大厂好吗 好 这个手机板的供应商 PCB的手机板供应商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 他有具什么 规模经济 一旦他良率够了 那个量会非常大 所以很可能星星就 从去年这个第四季开始 就正式挤入了苹果的供应链 那个股价的爆发力就会出来 这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股价爆发力的概念 好 再加上他的净值在27块 假设今年的星星 可以开始赚钱了 那要不要回归净值 要吗 那我18.3买的 20块 我最高买到20了 我20块买的 我是不是都一样 会有机会获利 所以我想 这才是一个 我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将来在做的过程当中 投资朋友可以往这边走 就是新苹果的一个概念里面 那最近会有一些 新的一些消息出来 那其实还有一档新苹果 它叫6XXX 我还没布局 但是我打算要布局 有一档新苹果的概念 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谈新苹果 因为它股价经过了修正 我不要股价位于高高的 那个通常很容易就被逐利调掉 我举个例子 元泰 我最近常讲的叫8069的元泰 对不对 8069的元泰 你可以看一下 好 今天的元泰再跌3.3个百分点 股价跌到了49块7 它的最高是57块7 前天而已 今年变成49块7 就等于说两天的时间跌掉了8块钱 妙的一个部分在哪里 妙的部分是在于 这个法人都没有卖 投信也没卖 外资也没卖 结果全部卡在这个元泰的高档 那谁卖的 主力嘛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股价位阶高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很容易会被主力去调掉 这就是我一直常常在讲的 元泰是这样 宏基也是一样 所以市场主力会做调节的动作 所以年前要怎么做 好 年前如果我要 很多人在问报股过年可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 谁告诉你不可以 但是你要报对嘛 什么股票可以报 什么股票不能报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怎么样那个股票可以报 我给你一个方向好不好 叫低基齐加法人认养 你往这个角度去选 那至于说 整个2018年要怎么做 整个2018年该怎么来规划 那在今天 我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我有一个2018年的台股操盘锦囊 我亲自写的 我亲自写的 那我会赠送给各位 但希望你先加入 我要赠送给我的Lite Aid的家族同学们 所以你要先加入我的Lite Aid的群组 好不好 就2018年的台股操盘锦囊 我亲手亲笔去写的 好亲手去写 这个齐珍你知道什么叫做锦囊 又要备考了 三国时代祝个孔明吗 是吗 不是 不是吗 是那个吴奇隆在追刘诗诗的时候 他拿到了三个锦囊 所以把刘诗诗追到手了 不是吗 又乱讲 不是这样 刘诗诗是我的女神 老师连女神好多 两个字的你都是你的女神 对不对 刘诗诗是三个字 不是 我是说后面啊 碟字啊 诗诗啊 李巍巍啊 对不对 林志志 所以其实就是齐珍讲的 就是诸葛亮 这个刘备要去吴国的时候 那在三国时代 那所以诸葛亮给了他三个锦囊 在什么时间点 要拿出一个锦囊 什么时间点拿出一个锦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怎么去做的问题 所以台股一整年 2018年要怎么做 那我亲自写了这个锦囊 好的 是 对 我不是刘诗诗 但是我还是 但是我写了锦囊给你 那我写了锦囊给你 其实我是要告诉你 就是台股在第一季啦 或者在第二季 怎么样去做规划 在不同的时间 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 那我们要怎么样利用 它的不同反应去做操作 那这就是这个 2018年台股操盘锦囊 我会亲手 亲手写的这一部分 我会送给各位 但是呢 就这个 我是送给我的 Line A的家族同学 所以欢迎各位 先加入我的Line A群组咯 好 所以同样的逻辑 很多人说 不能报股过年 那你讲的 那是你说的 我为什么不能报股过年 我的上瘾 在今天收盘涨了四块钱 来到了三百七十七 你告诉我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当然可以 这档一定是可以 百分之百可以 这是老师说的 我一张都不卖 有些人说 他这个很厉害 这个短线跑来跑去 赚了多少 那就恭喜你 我短线没那么厉害 好 所以我只知道 210块买 230块买 260块买 即使你杀回来到三百块 有没有 从344杀回到三百 我一样站在买方 而不是站在卖方 好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类似上瘾这样的一个好股票 那是不是 他就可以报股过年 当然可以咯 所以我的小上瘾 1597的值得 你真的值得 他好强 他今天超强的 创历史新高 是 今天的值得 在今天的 这个最高冲到136 收盘135 创下了 他挂牌以来的新高 好了 我就要来从这档值得 开始跟各位谈 刘诗诗 不是啦 去谈为什么 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你要怎么做嘛 其实我常在讲说 股票市场 基本上你一定是从产业面出发 所以呢 产业面如果它是好的 然后呢 再加上它的股价 并没有很高 我没有叫你130块去追值得 可是如果你买的价位 跟我们一样 是在100块以下的话 我问各位 我们是不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是的 好开心 我前天还昨天 又拿了值得来给你讲 一天上去 一天杀回来 一天上去 一天杀回来 我告诉你 追到130的 你可能后面 就被它洗掉了 一定被洗掉 没有被洗掉举手 没有嘛 我没看到嘛 所以你追高的 就容易被洗掉 即使好的标的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些金鸡母 你常常被洗掉 没错 每个人都买过金鸡母 对 你可能也买过上银 好 你买过上银之后呢 你赚了10块钱就跑掉 好 那可是呢 我210到最近的高点380 我都不卖 抱得好 我都不卖 报警处理 老师说的 对呀 如果上银叫姓李的话 这个当然要报警处理 姓上也一定要报警处理 上银这样个股 基本上 你只是看它的产业面的变化 如果它的产业有了变化 我当然会出啊 如果它产业面没有变化 我卖它干嘛呢 所以听到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等于说 我们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常常是这样 有些人很喜欢说 我短线卖一下 卖一下之后 我就换到其他股票 然后其他股票赚到钱 你短线会怎么样 又卖一下 对 那卖一下之后 再换下一只 那下一只 让你赔到钱 你不会卖一下 你会开始报股过年 所以什么叫报股过年 不是抱着一堆套牢的股票过年 而是抱着一堆未来具有前景 那现阶段我们又在获利的股票 才是值得报股过年了嘛 没错 所以我想不管如何啦 包括了新星啊 新手相连的新星啊 包括了上银 包括值得 那基本上我都会报股过年 那其他的股票 我们就来看看 他未来的产业前景如何 我们再来做规划 那我想这才是一个 最重要的操作法门 所以呢 今天别忘了一件事情 杨老师要交 警囊妙计 对 这个要交给各位 2018年的追女朋友的三个警囊 不是啦 老师你今天要搞笑到底就对 要操盘 我今天太苦闷了 这TPK打蝶 我太苦闷 操盘警囊 操盘警囊 那操盘警囊 但是呢 就是亲手写的 我不是用打字 我亲手写 那欢迎各位 能够加入我LINE A之后 然后点击来索取 好的 谢谢老师的分享 好 那么哪一些股票 可以报股过年呢 老师呢 点名道的 大家听仔细了 任何疑问 再来电 或者持续的锁定我们节目 好 今天时间关系 访问进行到这里了 感谢我们留言投股 杨婷 听杨老师的分享了 谢谢老师 谢谢习珍 祝大家周末愉快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索取老师的这份 亲手索写的 2018台股操盘 警囊妙记 记得赶紧先加入老师的免费LINE A ID的地方呢 打上 atfu8899 也就是小老鼠fu8899 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如果有其他的疑问 也可以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咨询 23219933 23219933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好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的是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华星投顾资深分析师 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奇珍好 大家好 是林和彦 这个礼拜台股的震荡超级大的 好那么在礼拜二的时候 是大跌了145点 那么在礼拜三礼拜四呢 都是上涨的 而在今天呢 哇又好震荡了 老师我们呢 这个小女子 如果专业技术不够的话 真的好紧张 好老师 那么今天盘面上 不知道又有哪些重点吗 还有 那么市场当中呢 近期很不错的一些股票 今天其实震荡都蛮大的 请教老师怎么观察 还有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掌握 好的 昨天还大涨 今天一开盘 很快就跌了89点了 看得不啥啥 其实一点都不会 你只要把林和彦的分析 做笔记记录下来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走势都在我的预估当中 你看昨天还收盘涨56点 涨很好的市民 今天一开盘就猪羊变色 又让很多人吓坏掉了 其实没有啦 没有那么乱啦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加权指数上不去 也下不来 250点 就250点的区间而已 你看已经第八天了 我上礼拜讲完之后到今天 我已经连讲八天了 光是这个礼拜就五天了嘛 连今天就五天了嘛 加上上个礼拜二 上礼拜三 礼拜四开始讲 我已经连续说八天 连续八天来我都一直讲 250点区间 250点区间 你看当大涨的时候 我也是说250点区间 当大跌的时候 我还是讲250点区间 那结果就是在这里面啊 所以这个行情其实 一点都不难 完全都在我的预告里面 你看昨天 最多大涨108点 收盘涨56点 也不错呀 可是你们注意到 外资昨天 只小买13亿而已啊 这个礼拜 1234 四天时间 外资才买30亿 上礼拜 外资买270亿 差很多 对不对 其实股票市场 就跟举重一样 听得懂吗 怎么说 你用力举 它就举得起来 是 你不用力 它就举得起来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是我们用力吗 我们当然是没办法 对不对 这个市场 有办法去用那个力量的 对 散户不可能 因为散户是一盘散沙嘛 对不对 市场主力 它也没那么大力量嘛 所以整个盘是能不能冲 还是要休息 还是要退 完全都是外资在主导的嘛 那外资在上礼拜 买了270亿 那盘一定会冲的嘛 这个礼拜 4天 才30亿而已 连外资都不出力了 这个盘当然就供不出去啊 对不对 所以昨天虽然涨56点 最多涨了108点 可是我看到外资 根本就不出力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保持不变 继续盘 尤其昨天 外资在台紫棋 进多单部分 还卖出了1736口 摆明了逢高偷跑多单 那这样的行情一定是掉下来的嘛 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光是看表面的涨跌 你要去看深入的很多 眉眉咳咳咳的东西 这个就要细节啦 所以你要说 外行的 看什么 热闹 那内行的呢 门道 对啊 那你不够内行没关系 你就每天听你体验节目 大盘的方向 我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那其实盘局还是没有变啦 因为你看今天早盘89点 好像一副很恐怖的样子 可是又被推了上来啊 对不对 最多剩下 曾经一度剩下小碟11点而已 收盘也只有小碟34点而已 也不多啦 个股是比较重要 还是那句话 个股还是比较重要 买对买错 其实跟指数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对不对 你看今天市场话题 一定是在TPK 对啦 谢谢老师 昨天在Lite上面 TPK今天谍停版 对 奇怪哦 昨天校务法说会 法说会那个内容数字也不错 如公司的预期 那怎么会谍停版呢 我连卖三天啊 我连卖三天 从一百块钱之上 我就连续叫VIP会员 连卖三天 我还把我卖出的讯号 在Lite上面全部公诸于世 让大家看到我 开始在卖了 对呀 那我为什么要卖 因为很多人开始在买TPK了 我在86 87 88一直买 没有人要理我 涨到一百块钱以上 很多老师开始在推荐了 那我看到很多老师在推荐 我头皮就麻麻的 因为越多人推荐的股票 反而让我不安心 所以我连卖三天 今天财报发布完之后 结果跌停版 等一下TPK部分 我再来多谈一点 因为这个跟财报 还是有一点点关系 等一下TPK我们再来谈 昨天晚上 道琼也是大震荡 道琼开盘跌一百三十五点 可是马上被推上去 变成涨一百五十七点 这个来回快三百点 收盘的时候 道琼还是涨了三十七点 昨天国际油价也大涨一趴 金属价格也是全部都涨 铝涨零点二趴 不锈钢的捏 更大涨了三趴 所以昨天 期货市场金属市场 其实是不错的 那美国市场里面 昨天大涨的公司 这边简单捏一下 给大家参考 脸书涨3.3% 推特涨5% 这个你们都知道的 你们都认识的公司 那eBay eBay就是电子海湾 也就是最早 而且最大的 那个网路购物平台 PayPal 昨天大涨13.8% SkyWords SkyWords 它是苹果功率放大器 的独家供应商 昨天也大涨6% 那这个都是跟财报有关系 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 AT&T 昨天财报发布之后 也大涨了4.5% 所以可见的美国股市 其实指数也都不重要了 行情都在各股的财报身上 那当然大家更关心的 一定是苹果的财报 对不对 因为今天收盘之后 昨天美国收盘之后 紧接着苹果发布财报 好 苹果发布财报 简单 刚刚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10、11、12月、3个月 手机的部分 大家比较关心这个话题 总共销售了 7730万支的手机 那比前一年第四季的 7820万 少了90万支 90万支坦白说是不多啦 可是没有创新高 就让人家担心 怎么销售是下滑的 问题是它总营收反而成长了13% 代表iPhone X高价策略是奏效的 所以虽然少卖了90万支 可是金额反而成长了13% 成长13%是不错的哦 在历史的获利营收 又往上提升13% 这也很好的受理 所以今天盘后 苹果的股价大涨了5块美金 也涨了3.35% 所以大众今天整个瓶盖股的部分 比如像鸿海 今天鸿海涨了1.8% 涨了1块7 可成今天涨最多 今天可成大涨了6% 6269的台郡 今天也大涨了3.5元 涨了3% 6121新浦 这烂火烂的勾评 新浦今天也涨了3.5元 所以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瓶盖股 是稳定的力量 把这个盘给稳定住 包含3034的连勇 今天也大涨了8块钱 6.5% 所以基手楼上4点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买对还是买错 对重点是买对还是买错 红海我昨天讲了嘛 我昨天红海已经提早出了 我说九十一块没的 然后昨天94块钱卖 我卖掉之后今天涨到95块4 没差啦没什么啦 因为我卖掉之后 我把红海资金转到2383的台光店 我们台光店一样是平概股 我们102103买 昨天涨到108也没错啊 那为什么我要把红海转到台光店 因为台光店股本比较小嘛 三四十亿的股本 一年赚个九块半十块钱 红海股本比较大 红海股本有1700亿啊 就像大股在走会比较慢 所以能够让行情走得快一点 让货源报酬率快一点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嘛 当然我也不是说红海不好 红海当然是很好啊 股价也在底部区 也是很多人在投资红海 红海没败啦 不要说你能源卖掉 你就觉得不好 其实是不会的啦 好我们来谈一下TPK的部分 因为今天TPK跌停板 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 那TPK其实昨天发布的财报 也不算差啦 6.6元 这是符合公司原本的一个预告 可是比市场预期的来的差一些 因为原本我预估也是7块半 那法人预估也是大概 7块半到8块钱 结果发布出来6块6 6块6符合公司预期 那为什么会低于法人跟我的预期呢 因为公司在第四季的时候 提列了一些 属于员工任股费用的部分 因为提列那些费用 我们无法得知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 在设备折旧的部分 也比较多了一些 因为设备折旧的部分 我们是比较没有办法 去深入掌握到 那因为你要扩大投资 你生意才能够接更多 可是当你扩大投资之后 未来几年 你一定会有设备折旧的部分 那这是比较难掌控到 摊提的部分 是比较难掌控到的 那所以 第四季的营收是比第三季成长 可是获利反而下滑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其实整体来说是还不错啦 那为什么今天会跌停呢 当然我刚刚有讲过 比市场预期差了一些 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因素是 太多人货啦 有时候市场是很邪门的 真的 越没有人要买的股票 它越安全 你看零和宴 我们VIP 86 87 88 我们在买的时候 都没有人理我们 你知道TPK最低来到81 81到90块钱 整整走了三个礼拜 在这大概七八块钱里面 盘了三个礼拜 都没有人要 只有零和宴在一直买而已 因为我的操作的一个方式 我跟大家讲过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对不对 我不会带你去抢高 不会带你去买投机的 那TPK从130 跌到剩81块 当然是很便宜嘛 所以我们逢低开始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等到行情上来了 涨到100块钱了 哇很多人就开始追进来了 很多分析师也开始 跟着在喊TPK了 所以人就很奇怪 便宜你不要 涨高拼命抢 这个都是兵家大计 反而我在前三天的时候 我连刷没三天 100块 100块 104 连卖三天 结果今天就这样跌下来了 那其实今天跌下来 TPK整个来说 也没有那么差啦 也没有那么差啦 目前法人的预估 有的把它喊到130块 有的喊到120块 所以这里只要洗个盘奏 我认为还是会再上去啦 只是你如果追到100块钱被嘎到 可能会比较不舒服一点嘛 要稍微喝一下啦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养成跟林田彦操作一样的习惯 低买高卖 不要拼命的去追高 我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我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GIS我就没卖啊 没卖就没卖啊 对不对 今天GIS也掉下来 也没差啊 我是1900买的嘛 涨到224嘛 那今天掉下来嘛 也有207啊 我也是贪钱啊 不过贪十几块在的 GIS我是觉得说 它的利润空间会更大 因为去年EPS起码 23块起码 那个北比连十倍都不到 还有更多跟财报有关的个股 等一下我第二段 再跟大家做进步的报告 记得这个礼拜六下午 台北厂的讲座 我要用大数据来跟大家分析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你还没报名啊 等一下利用广告时间 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的讲座 嗯好 谢谢老师了 好那今天盘面上的 这些重点个股 还有老师呢 分享的个股 也都有居心迷 跟大家来持续的追踪 希望听众朋友 听得仔细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听众朋友 明天下午 何彦老师呢 跟大家的约会 最长台北的教学室的讲座 利用大数据 来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来报股过年 哪些股票 可以报股过年吗 OK好 欢迎听众朋友 好好掌握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就是明天哦 好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好明天下午哦 何彦老师呢 跟大家的约会哦 这场的讲座 欢迎听众朋友 赶紧报名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真的哦 下个礼拜 啊就已经要进入 农历的倒数 风光日子了也对呀 老师我们接下来 以目前来规划的话哦 老师呢 这个持股的比例啦 或者是呢 接下来 可能过年期间的一些 初步的预估 目前为止是如何 可以跟我们先 稍微的透露一下吗 好的 佛约不可说 因为我说完之后 我明天演讲 我就没东西讲啦 对 其实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不难哦 我这一次 特别用了大数据的东西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把最近这20年来 从开红盘到一个礼拜 再到一个月 这段期间的股市涨跌幅 全部帮你统计出来 从统计数字里面 让你看到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的 公式跟规律 你知道我简单讲 开红盘后都是大行情 要么大涨 要么大跌 20年里面有四年 一个月大涨1000多点 也有三年 大跌1000多点 那一个月之内 涨跌500点以上 都正常的 所以我简单跟大家讲 开红盘后 一个月之内的行情 都是大行情 是大气还是大路 它有那个规律性 明天你来参加讲座 我把这20年的大数据 分享给你之后 我再把这个规律性 勾勒出来给你看 你就知道 每次的过年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包含这次可不可以 你就很清楚了 就不用去争辩了 你去赌气也没有用 老娘跟你赌了 跟你拼了 那如果遇到不好 怎么办呢 对啊 相反的 你如果说 干脆获利了结 落袋为安 对 放个心 那如果开完盘之后 大涨怎么办 你是不是有错失机会了 所以股票市场 是不可以赌气的 你要有十足的把握 才能够做动作 所以邀请你来听 礼拜六下午这一场 用大数据来告诉你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这个是教学是想做了 以前我在教这个 这堂课的时候 一个人要两万块 我这次是不收钱的 免费教你的 所以想学的 你来欧 林德彦是一个 不常识的人 我不会说 我会看薄 我不会看薄 你想学 我教你 OK 没问题的 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大家进来报名 好 我们来谈一下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讲 超级财报 对 从美国到亚洲 你看南韩那边也是 台湾这边 更是如此 所以最近很多涨的股票 跌的股票 其实都跟财报 有直接的关系 那包含我在强棒初级 每天强棒初级 推荐给大家的 也都是融入 超级财报的部分 那个表现也都是一级棒的 3037的新星 我们上星期五推荐 一推荐完之后 礼拜五当然没有涨 可是礼拜一就马上大涨 紧接着一路 我们推荐的时候 是在18块多 短短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标到21.6 那等到标了之后 涨上20块钱 又一堆分析师进来喊了 很多人进来喊之后 你看这两天它又涨不动了 你看我后来又推荐 5371的中光电 记不记得拜杀 礼拜三我推荐中光电 当时推荐的时候在38块钱 当时我就跟大家讲了 我为什么推荐中光电 因为中光电财报发布出来 4块钱 4块钱的获利是一个水平 可是股价只有37块多 太胸 北比只有不到10倍 更重要的是 账上每股的净值 有高达50块钱 没有那种 一年赚4块 股价还低于净 就没那些事情了 那个代表 股价严重低估 林特燕在找这种 底部GEO股是超厉害的 因为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更重要的一点 以它财报显示出来的 资产负债表里面 显示出 这家公司手中 现金就175亿 结果全部股票加起来 总市值才160亿而已 这就没加 所以讲完之后 你看礼拜四也涨 今天中光电更飙到8% 对 所以礼拜三我推荐完之后 六楼木的 两天下来赚个10% 轻轻松松啦 是 我在找股票 就是用这样的角度 来跟大家找的 所以强棒初级是林的宴 要帮大家 两到三天赚个5到7% 这种短线的钱 我的诚意啦 因为你还不是我的成员 我没法跟你看头看买 带你进带你出去 呵护你保护你 我只能用这种短线 两三天来协助你赚钱 让你赶快建立信心 你看昨天我们就推荐 二三三七的望宏 因为昨天节目时间比较快 比较赶 没有跟大家谈望宏 我推荐他的原因 好望宏毛利43% 不错喔 那同时望宏去年EPS 3.12% 这个数字也是十年来最好 结果股价昨天是开高压回 收在平盘 可是外资昨天 大买望宏一万一千张 是所有上市櫃里面 买超第一名的 那既然外资在财报发布之后 开始大买 而且美系的外资 把目标价喊到63% 亚系的外资 更把他的目标价喊到75块钱 当然你在参考就好 外资花的 你夸张听就好了 不要去当真 可是至少他两个月底部完成之后 我的看法 望宏应该还有机会再涨 所以你涨有不过 你会叹钱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 2534的宏盛 宏盛是银建股 股年叹四块钱 四块钱是这十年来最后 本来比竟然只有 六倍多而已 不到七倍 所以买很小的 那更重要的是 公司预期今年EPS 有挑战十块钱的机会 因为今年有四五个建案 会同时入账 那这样如果 今年如果真的十块钱的话 哇那更有想象空间 现在高级到你来七块钱而已 所以我专门找这种股票 你们可以安心的跟 安心的买 那同时 林何彦直买底部GEO股 这样方法你如果认同的话 也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礼拜六的讲座要不然报名 赶快打赞进来报名 好谢谢老师 好每天的强帮初级 大家好好的掌握 真的老师都一直在发红包 好呢 希望这个礼拜大家都丰收了 好今天时间关系 一样的非常感谢我们 华信头顾 林何彦总顾问的分享了 谢谢老师 好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礼拜六下午见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明天下午 林何彦总顾问呢 跟大家有一个约会 欢迎听众朋友来听听看 老师在过年之前 如何来操作 还有如何利用大数据 来跟大家分享 哪些个股值的报股过年 哪一些有什么样的一些秘诀 好欢迎听众朋友 利用02-239-239-88 02-239-239-88 好那另外呢 何彦老师的免费Lite 也欢迎您直接搜寻加入就可以了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任何疑问再来电咨询咯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